在1979年对于作为反击战中,解放军在700多公里,正面上向越南北无边境的六个省,发起大规模攻击。 这六个省从西到东,分别是来州省和宣省,其中攻克了三个省会城市,即黄连山省省会老街市,高屏省省会高屏市,亮山省省会亮山市。 这次自卫反击战,我群的主攻方向围于高屏地区,以夺取省会高屏市,兼灭越军步兵三四六师为主要目标。 战前预计采取步兵、炮兵和坦克协同快速突击的方式,以天就能推进到高屏城下,最多三天完成作战任务。 然而打起来后却遇到了重重困难,直到第八天2月24日,才攻占高屏市。 至于打亮山很多军事爱好者都很熟悉,卧军于3月4日攻占亮山市,重创越军步兵第三十,次日即宣布撤军回国。 那么老街呢? 实际上攻打老街进度最快,历时两千半六十多个小时就拿下来了。 老街是位于黄远山省北部边境,近临中国云南守河口县,东南距离首都河内,约240公里。 红河自西北向东南从老街中心流过,江市区分为老街和湖流两个区。 从东北方向又流过来一条南西河,与红河交汇,使整个老街均与河口隔阂相望。 老街是黄远山省的古城,兼具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的地位,同时也是滇月铁路、西线铁路、红河航运的枢纽城市。 在历史上,老街已九千余年归中国关下,直到元朝后,才被安南稳固控制。 到了一,九世纪期,八十年代,把国势力迁入印制地区, 刘永福领导黑旗军,曾以老街为根据地,联合越南军尼坚持抗法作战七年之久。 至今,老街是东面还有一座刘宫庙,就是老百姓为纪念刘永福而军资建造的。 进入二十世纪后,老街成为中月间的重要编冒口岸,并成为我国书松原月物资的大动脉。 越战中著名的胡志明小道,经老街运输的物资,就占了总量的一半以上。 1979年对越四位板机战前,因老街紧靠边境,地缘列室太大,顾皇连山省政府机关内,签制安排临时办公。 越军在老街大修工室,构筑了新罗旗部立眼壁部,剑豪和各种明暗火力点,配置大量轻重火器,形成支撑点式的环形防御阵地。 越军一地方部队约一个加强银防守老街,企图在边境就盗住卧军进攻。 为夺取老街,昆明军区第十四军四灵师,以步兵118团为主攻部队,并配属步兵120团一波和一个坦克连,采取偷袭与强攻结合的方针,先躲战要点小曹,再向老街推进。 这一仗从2月17日凌晨,一直达到19日下午,离时60多个小时,战况异常激烈。 最后我军胜立功在老街,揭灭首敌437人,剿破各种武器300余剑和大量弹药物资,赢得了攻占第一个越南省会城市的光荣。 后来我军撤退时,对老街进行了严重破坏。 当年西方曾有报道,老街是被中国军队移为平地,在长达十四年时间中,老街一直处于飞弃状态,直到1993年后,才开始重建。 现在该是已经是一座宅新的城市,还被训为老街省省会,并重新焕发了重要编茂口岸的活力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